好 看看裡面有什麼 開一開給大家看 主體 留意時間關係 本身三個昆蟲聯組的硬幣 我已經剪好了 塞進去 好 底的那塊 硬幣要自己剪 是呀 會噴得很漂亮 現在可以放進去 多麼方便 不用我拔前拔後 拳頭 1 2 3 4 5 6 7 8 9 9個 scanner 給你用來溜辣硬幣的 還有其他組件 就是這麼多 都是那句話 玩真骨雕 都不會特別在配件上有多少驚喜給大家 所以要看驚喜 就真的直接看回這東西 好過了 其實我這樣放下 好方便呀 現在 真的OK 感覺真的好 再拍下一點點 是呀 轉給大家看回 真骨雕的造型 其實都不用怎樣 和大家擔心的了 其實目測它 秋凝蟲、螳螂和黃蟲這個聯組 都是只有兩隻綠色 不是三隻綠色 金屬綠綠 三隻 三隻金屬綠 金屬綠 螢光綠 綠 三隻 其實我覺得它配色都配得挺漂亮 是 然後其實每次把舊的SHF和SIC 和真骨雕放在一起之後 就發現真骨雕的身形真的很漂亮 整個人都脹了 有那種線條 即是好像穿了皮套在上面 對 因為始終那些SHF 都好像很瘦 即是無論是 就算比較新一點點 都是其實比較瘦 不過這些就利好過 所以很吸引 是 Scaner 不算很細緻很複雜 很難拿走 可以塞在應該塞的位置 好 正正經經 站好一點 這款 經常都見師兄怨性在道 為什麼 關於手肘的問題 很多人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這款手肘上加了水瓶轉 是 但其實他的上臂本身已經有水瓶轉 但他手肘為止加多水瓶轉 但那個水瓶轉很弱 而很多人會有慘劇 不想發脹了 所以玩起來就很驚恐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他就有水瓶轉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的 某程度上 其實是好 但是也不是很有用 你看看 例如他做可以做在前一點 但我不明白 因為他開在這個位置 有些師兄轉得多一點 有些人就轉得少一點 有些因為他本身有個行李 其實他轉不了很多 有些人不知道 或者是拿了前臂來轉手臂 就很容易出事 這個位置就出事 對 因為我看是很單薄 對 一般人轉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拿這個位置 轉上臂位置 但是很多人就是拿這個位置 因為玩開 例如我這樣 我就會咬這個 然後就再見 所以其實是比較硬 好 剛才的提示 大家聽完 就真的入手 就小心一點 當然了 玩得 SHF當然是喪樓的 應該都會和之前的真骨雕 在可動性方面 我相信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可以close up少少 現在真的方便 即是有正常close up這些路 就不用控到那麼前 其實他的金屬綠色就很美 他的頭部也是金屬綠 他的金屬綠是有一點點像電動那種感覺 是的 這個會不會真的有電動呢 如果他在黑色件上沒有分件 如果電動有些困難 另外剛才所說的 叫做有一點點幫助的水平軸 我也不敢怎麼大力 動就麻煩大家 拿著上臂來扭 這樣就安全一點 你會這樣搖軟很大勇氣 我覺得很恐怖 好,極限來的 應該還要摺多一點 上面 摸上去我又是有點害怕 對,他都很緊的 所以有一點點恐怖 他拋背部就不要拋得那麼出力了 因為他的關節 某種程度上 他太緊 有些位置 他摺得太緊 變了 他有時有些 即他那個水平轉位置 就是軸心太幼 他拋過這麼緊的軸心 是拋到背部 不過這個位置要先動它 小心點 動它才應牙後 最安全一點 否則有慘劇就不要了 好了,腰 你基本上 因為本身就著設計 不需要有什麼 關節位會頂住 所以變了這個 就很腰很腎很難忍了 不過很遺憾 其實本身就是 昆蟲聯組 他其實在 電視劇裡面 出場的機會 跟其他比是少很多 為什麼呢 CG費貴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追開AWS的話 本身昆蟲聯組 真是說用這個 叫做必殺技 50分身 出過兩集 第六集和第十六集 劇場版就不同 劇場版就可以 50分身之餘 再變不同的聯組 去出LIDAR CAKE 那是預算問題 就變了 有一點可惜 但其實他就算 他就算不出Effect 或者不出大技 他都可以就這樣打 他都可以出場 但是可能 我覺得 我這樣想 咦? 不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很奇怪 之前公司的兄弟 有儲開 我就問他 他是不是要換腳 所以他才 因為要換腳 所以他才會有這個 把膝隔分上去 他又說不是 他拔的時候 不是拔這個位置 所以就在這裡 好奇特地 就是膝隔就會上去上面 這個就有些北施不得其界 但是當然 純粹說回可動 就沒問題 腳 本身那個橫軸都扭得很厲害 反正剛剛有一個位置 可以遮醜 所以變得更棒 他還開得很好 沒有什麼 因為他有那個東西套 對 更靚靜 但之前很少見他這樣做 另外有其他款 我想純粹 本身角色的設定 剛剛有這個位置 變成遮醜 就差很遠 其實每次去玩 無論是真骨雕 或者是Ultra M 他有那個東西是很厲害的 我經常覺得VANDAI 在設計這個底褲和大腿之間的關係很厲害 為什麼呢 他這個位置 現在他們是沒有 有些SHF會做上下拉膠 但是真骨不做 他完全是單純靠他自己 我想他試了很多次 你去做這種咬完之後 這些位置全部都貼得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真的很厲害 技術力很厲害 這個可能又是一些新的東西 之前普遍的底褲是整個黏住的 然後只是大腿是圓得近一點方 方形修圓角 但這個底褲頂這個位置 原來是可以動的 他動腳的時候 他自己會把這個部分托上去 那個形狀就漂亮很多 對 但是他回覆下來的時候 他又會跟著回覆下來的 這個位置 很有趣 很想拆來看看 坐吧 捉不住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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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看不到 最重要是看不到 然後有一件事有點失望 我之前本來打算這個銀仔盒可以打開 之前是可以的 或者尺寸是有打開的 但是變成一個真是DECO 他沒有 畢竟他的尺寸是比SIC可能看成一寸 可能他連鐵軸都打不到 或者如果他硬打 那個位置就會很粗 所以我覺得程有海源 他以這個做為優先 不過應該是給一個打開了的銀仔盒 你就可以把銀仔放進去 滿滿的就換回這個必殺技的 黃蟲腳 就可以看回本身的分別在哪裏 很簡單的 純粹直接用力氣把他拔出來 都安全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另外叫少少GIMMIC 就是可以拿著把東西 可以拿著手的 是 沒錯 但是我經常覺得 奧斯最好玩的是什麼 他可以我拼那個頭 連胸口一起拆 他拆得很安全 是 還有很放心 那個前臂又拼他的腳 有時候你自己搭一下顏色都挺過人的 不過我之前以為 其實他應該整隻是同一個沖綠色 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 他們在顏色分野上的那麼仔細就低 但是這隻的產品真的很有趣 又是金屬綠 又是青綠色 然後還有正常綠色 然後我覺得他在黑色上面 他的燒光噴得很漂亮 其實我初初都以為是就這樣 即是膠色就算素 誰不知原來是做了少少雅面 所以看上去感覺就不錯 很漂亮 但會很容易刮花 我覺得就有機會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未必是刮花 會摸光了 因為我看到肩甲部分已經有點亮了 估計他應該是用燒光噴出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玩的時候 就不要太吃力去摸它 因為你的手指紋加上少少汗 很容易把那些燒光本身摸掉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玩 或者戴上手套 對 手套是穩陣的 因為令了是很… 有點尷尬 但可以自己噴燒光的 但是你說摸令的機率 其實主要是硬的部分 即是肩甲之類 那手手腳腳應該不會的 因為他本身是QEC 他那個複製會比較好 但是肩甲應該摸光的機率很高 嘩 好型 相反那邊 那邊 另一邊 本身如果真的說 都有儲開OS 或者喜歡OS的朋友 我玩下去的感覺是挺好的 一來的關節就緊了 而本身其實GIMMIC上面 即是跟其他一般的夢見超人 都算多一點點 因為始終他都可以分開三件 去配合其他不同的聯組 去創出你自己心目中的形態 還有 都是那句 這隻東西的QC幾好 這個基本上都幾難 可以在紅花口裡說出來 是否珍骨雕片都比較好一點 絕對不是 你想回其實之前剛剛出卡古陀 響鬼那些 我真的鬧了 搞不定 嘩 相色可以衰到一個點 但是這一水就真的不錯 還有之前那隻OS 都漂亮的 都漂亮的 其實其實so far 希望接下來 大家喜歡的鳥系聯組 貓系聯組 都出得漂亮 就完美了 貓系我也很期待 我經常都很喜歡牠們 但牠還可以訂購 真的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有時候很有趣的 通常那些人不訂購 不訂購 到那時候牠會發聲聲 就是這樣 因為是小貨 通常都是這樣 大家都在心想 原來是不看好東西 沒錯 特別是現在有個心態是什麼呢 珍骨開始 我也覺得不需要訂購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某些地方開 例如某大百貨公司 某大連鎖店 你會看到網上突然開訂購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牠都很多貨 那你就不訂購 然後呢 這個時候 通常是橙劇 發生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想要都是先訂購 沒錯 不要拼命 拼現貨 還有那句 喜歡的玩具 你就馬上入手 就是這樣 你將來貴 我自己用來玩的 又不關事 如果純粹等便宜 你愛不夠 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 這件事又對 但是你純粹說想等便宜 又喜歡 到時又炒起了 你便是一項眼淚 是啊 但是我沒想過 它看下去 原來的腰帶這麼精細 它上面的紋全部都很仔細 包括它的硬幅很漂亮 其實不只珍骨 本身就這樣 SHF系列拉打 它在腰帶的造工 其實都很注重 可能大家知道 可能腰帶就是拉打本身的靈类 所以我都可以 我覺得每一條都很吸引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玩了這麼多 待會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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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